非常奇怪 非常需要让你们 就是可能你们听着听着会站起来 但是千万保证 答应我不要揍他好不好 让我们有请喀姆 祝大家好 三位演员 喀姆 大家好 我是塔姆 真不错这张拍的 还挺帅的 我刚刚接着贴到这儿 收视率爆表了 因为我今天表现太棒那种 第一期肯定能演的特别棒 特别炸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 真的是特别炸 因为我这段子真是太棒 表演性太强了 中国脱口就只有两种风格 一种是我的风格 一种就是其他人的普通的风格 我觉得冠军王座 就是为我而设计的 塔姆更像一个风格 用Rock的话讲 我最讨厌这种乱炸场的就是 反正我是真没见过比他这么炸的 脱口秀一定要特别自富特别自大 什么都要争第一 绝对都拿第一 永远都有信心 我已经准备好了 绝对要拿第一 我今天等这么多女观众 思维老师你们好 马东老师你好 别来无恙 别来无恙 别来无恙的意思就是 别来你没病吧 这就是我写的第一个段子 交给马东老师讲了 我一见到马东老师就想起来 我以前在奇葩说里头 酣畅的最后一排 拖着下巴做了八期节目那件事 谢谢马东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 我还依稀地记得我第一次辩论的场景 当时我说我不想辩论 马东老师说你得辩论 我说我不喜欢辩论 他说你喜欢辩论 我们就这样辩论了起来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你还记得存在感是吧 对存在感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存在感 这女孩又要被互动了 我的名字叫做 直接接回来 这是设计好的 存在感 咱们今天聊的是存在感 就是 我觉得存在感这个东西 我从来都不用去聊这个话题 因为我到哪都是存在感 因为我这个充满抑郁色彩的长相 看我到哪都是焦点 真的没办法 我上个出租车 司机都不问我 去哪就开始问我 小伙子你哪人呀 然后我就要开始那段 重复无数遍的对话 因为那个司机肯定会给我扔一堆 关于我家乡的关键词 师傅 小伙子你哪人呀 我是新疆 新疆 好地方 就今年我去过一次 水果 羊肉串 古丽娜渣 真的 我每天都经历这个事 每天都是 我说师傅你哪人呀 他说上海 我说上海 14年我去过一次 老头 老太太 东方明珠 真的太不容易了 我上地铁也会所有人都盯着我 一上地铁所有人都会盯着我 还有的家长把他的孩子派过来 跟我进行英语交流 对话 他的口语能力 我还真跟他聊 我跟他聊了一路 他回到他妈妈身上 他的口语能力 已经从英语四级提升到了 唯语六级 真的真的真的 现场有上过小学的朋友吗 我上过小学的 这有一位上过小学的 今天咱们是文盲专场看样子 对感觉 小学的时候你回答问题积极吗 超积极 大家你有上过小学吗 这女孩好像真没上过小学 什么是小学呀 我憋到15岁直接上的高一 小学真的是回答问题都特别积极 大家有抢着刷存在感那种 我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我真的会抢着刷存在感 我就是每一次 即便不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 我也会站起来一下 我说你经常会突然在把里 呱站起来就坐下去 我说你干嘛 我说我就调一下秋裤的角度 我经常玩这招 经常玩这招 真的 我说老师都把我看透了 我呱一张 给我站着 我看出来你都玩法了卡摩 你这个班级体的小丑 你这次想调一下毛裤的角度 是吧 今天我跟你讲 黑板上这个问题 你回答不出来三个答案 你别想做一下 意大利生产什么 让我叫副 还来了 叫副二 叫副三 安住利你 先生地 saber 在 click 1 里面先放车 我就说观众有可能叠不住 我说观众有可能掂不住 小学生回答的问题太积极了 小学生太积极了 全班回答你都特别急 老师已经说 这道题有人全班就哇 那噁尺我的布料都被撕毂了 手都被天花板的风扇给削到了 根本不在乎 哇 老师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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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班都这样跟疯了一样 真的全班都疯了 然后有人心脏病就犯了 担架他他 担架什么 老师我我 老师我我 哎呦真的太激烈了 像我这样举手高手 都是从最后一排 这边举着手边往前走 从最后一排走到第一排 走到讲台 手里在老师面 老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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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这样老师还越不叫你 他还越不叫你 你还就透明了在他眼里 他就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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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我 老师我 谁 谁 谁 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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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 谁 谁 我就叫你不举手的 我就叫你不举手的啊 我就叫你不举手的 把你给气死 然后老师会突然说 把手都给我放下 今天 你们手举的再高也没用 因为我今天叫的是 举手姿势最端正的孩子 然后我另外就 用尽全力 这不是用尽全力 太气了 小学举手就是那么积极 初中举手就特别随意 没有积极性了 这道题有谁会让你 这个题我选C 老师知道应用题 你怎么能选C呢 哦哦哦哦 我选A 于谦老师还这次 在老师号里面演了一个老师 但我以前上的学 我感觉老师不好 我各种各样的老师 各种各样的老师 就是上高中 老师 那个同学们没有积极性 但老师开始变得有积极性了 真的 你们永远经历过这样的一种老师 就是 你们很熟悉的数学老师 有一天突然来到班里 然后就上课 然后全班都被广播坏了 让他开始解释 前两天 我给那个二班还有三班上数学课 上了七学课 所以今天嗓子稍微有点哑了 没事 咱们继续上课 最后一排你们几个笑什么呢 啊 你们最后一排几个笑什么呢 全班都笑得不行了 这段时候班里面总有个学习委员 怕张老师嘴都成这样了 你们还笑得出来 还笑得出来 还有人鼓掌 然后学习委员就开始刷存在感 开始啪桌子上开始哭了 我是他同桌 他们让我给他递纸巾 我没纸巾 我就给他递了张卷子 因为这张卷子 虽然因为戴能擦大笔定 只有他把那卷子给做了 他这97分的好成绩 这种学习委员你们没有吗 你上过学 你也上过学吧 应该 学习委员是这样吗 告诉他 站起来翻个跟头告诉大家 学习委员真的是这样 学习委员他一起 没有一点幽默感 还偶尔想搞笑一下 学习委员 把自己做第一排 就他一个人学 全班都在 把他撞去 啪 闭嘴 这是自己课 不是什么 说话课 没人笑呀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太气人了 上过英语课吗 也上过英语课 学历非常高 今天观众们 英语课也有这种事 就有那种 你们老的老师退休了 突然来了个新的英语老师 一到班就开始定规则 以后我的课上 我们只说英语 然后让全班 每个人自我介绍 每个人给自己取个英文名字 全班顿时多了 二十几个SAM出来 然后我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字 是Uncle 老师不行 我叫DJ 他说DJ不行 我叫DJUncle 他说你可以留着当义名 然后他就开始给每个人次名字 你是Jessica 你是Amanda 你是Rock 你是掌烧钢 掌烧钢 就次名字 真的 纯英语课堂压力太大了 真的 你要不会说 T-shirt I want to WC 你都不能上厕所 真的太气人了 我都没有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了 全班都非常消极 站起来回答问题 一个个都跟领导一样 SAM SAM Can you answer the question? Answer the question please 然后SAM这样 Aaaah I think This is a kind of hard question I think it's a good question But I don't know I can't answer teacher Because I am a bad student Why don't you ask a good student to like Bob 然后我就 I'm not Bob 他就说OK DG and uncle Kan you answer 快点 然后我就 Now who is the uncle of Benjitino 谢谢大家 谢谢 这结尾有点奇怪了 我承认 这结尾有点奇怪 我没想到有个好的收尾 这个没有 没收住 这没有收住 我都不知道怎么call back这个段子 但还不错是不是 想起来小学的回忆了吗 真不错 不错的话 他其实可以按一下灯什么的 可以留在舞台上带着禁止拉票 好不好 可以留在舞台上不要 我就要下场了 对对对 你可以留一下 可以留一下 我是为了站在这儿 Kamu这种粗犷的表演风格 大家可能看着呢 会想起另一个人 对吧 潘章江 一个人的脱口秀 就是跟Kamu学的 就是池子 池子呢 开场的时候 池子不是说 一直坐在这儿 看着别人超越他 池子在这一季 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非常荒谬 是吗 但是非常重要 你怎么抢鱼腔 怎么抢鱼腔式的词呢 我都改了 非常荒谬 池子呢 是我们的演员管理员 一个最难管理的演员 现在呢 我们让他来管理其他的演员 是吧 看看他这一季度吧 演员管成什么样 好 谢谢Kamu 赶紧跑回去吧 谢谢 今天太炸了 我今天演得太棒了 我觉得我肯定拿第一了 这也太难突破了 除非大家特别冷静 根据那种文本上的东西 给人打分 不然依据这个表演来说的话 我真没问题 今天这个段子确实也匹实 而且今天这个段子怎么说也是 他那个修改的部分 我修改了好几次也特别好 而且那个老村长中间 那个掉下来那块 哎 只能点分啊 不过那时候锁票之后了 拜拜 哎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班级剃诺 就是班级剃诺 没有出来 出来说特别像现场 真的吗 所以没头上 现场特别像班级剃诺 这边真没录上的就是 对 真的 那个现场特别像来着 我刚才余老师拍灯了 他喜欢是吧 对 我又挺喜欢这个演员 因为他有风格 他有特点 他不是风格吗 就是风了也是一种风格 他整体投入 代入感极强 这个实际上 作为一个演员 在舞台上 这种特别重要 就他能把所有的观众 拢在他的风格当中 拢在一个这个视角上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优点 并且他真正在演一个人物 他不是一个所谓的第三者 来叙述 他真正沉浸在一个角色里面去 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 但是他生活中其实也这样 那就是我了解的少 反正喜剧演员 很多都像卡姆这种 就是小时候特别淘气 在班里接下茬 虽然马东老师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喜剧演员 但我听说你小时候 也是非常调皮 听谁说 早恋 失恋了还写诗 写完的诗还被郭德纲老师用 真的 郭德纲老师有一首定场诗 是马东老师 失恋之后写的 是的 这是我来证明 很神奇 具体是哪一首 就是床前明月光 最后一句是我是郭德纲 你失恋了为什么要写这个 年轻嘛 谁年轻时候还不写两首诗啊 真的 对不对 还害羞的 会惹很多麻烦的 你说这首诗当年是写给谁好啊 对不对 你说后面解释不清楚 写给谁不行 谁给谁不是写 我们到时候后期老师呢 麻烦把这首诗 批在马东老师的这个位置 难受死他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卡姆这个疯狂的表演 得票情况 我怎么会一百三十三分叫 这是怎么弄的 怎么会有一百三十三分票 我一直以为我要拿第一 知道吧 我觉得 我想我那个表演的效果 我肯定是能拿暴梗王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给我一百三十三票这种 这落差也太大了 知道吧 他还是有点急 有点着急 导致节奏有一些快 所以就有些观众会跟不上 见好不知道收 嗨了就要一直嗨下去 就是就不管 其实卡姆如果他停 甚至就早停一分钟 我觉得分数都会高一些 那么 我在 于